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做一道三征仙宝吧 希望可以喝小青的胃口 这口井 自从七岁那年掉进去过 每次靠近这里 心都慌得很 这个是什么 我从来没吃过 这叫三蒸鲜饱 好吃吗 嗯 好好吃 要不要留在明书门呢 这样你可以天天吃到这么好吃的菜 爷爷 小秋是天师门弟子 嗯 那又怎样 我看这孩子和我们明书门有缘分得很 赶紧留下来 爷爷 呵呵呵 我不说了 不说了好吧 姐姐 怎么了 你们真好 怎么这么说 你们陪我吃饭 这是我第一次有人陪我一起吃饭呢 你还陪我睡觉 我平时只有一个人睡 小秋 你的爹娘呢 我从小生活在塔里没见过爹娘 掌门说我需要静养 所以除了他和长老 平时也没人陪着我 这是静养 姐姐 爹娘是什么样子的 爹娘呢 就是会十分爱护你的人 娘亲 就像春日的太阳 每次看她笑 都会觉得暖洋洋的 父亲要严厉许多 不过 她犹如高山 在她身边 总是很踏实 很安心 我想 小秋的爹娘 也一定是如此 虽然不知道想起你 但还是让她抱有美好的幻想吧 是吗 像春日 像高山 对了 姐姐 你会唱歌吗 会啊 你要听哪一首 有首歌 只有我知道 我交给你 你再唱给我听好不好 好 我试试 真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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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息平和 看来状况还不错 小秋她 是自幼父母离散 一伙双亡吗 她的处境 怎么听都有些奇怪 这个孩子挺可怜的 我至少还记得爹娘的模样 厨房方才刚来过 应该不会有什么异常 书库存放着门派中的典籍 以及爹娘的灵位 似乎也没有什么异常 仓库平常都锁着门 应该不会有人吧 没有异常吗 是我多心了吗 明日要陪小秋去集市 今晚还是杂点睡吧 就医主来看 小秋的身份绝非普通的天使们弟子 只是不知为何 却独自住于高塔内 小秋身体不好 明天还是做些更清淡的餐食吧 今日偶得灵力非凡之果实 其灵力之充沛 实乃生平谨鉴 本想用作提升巧灵灵力 奈何巧灵似乎颇为抵触 此中缘由 须谨慎探究 灵力之外 海外 淅 State 海外 灵慎 华 努力之下 费 瓶 海外 岸 海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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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